狗生长你看好了啊 去把它捡回来 去啊去捡回来啊 你压根就没扔 你胡说狗呢 我当着你的面儿生的 你看我手里都没有了 你看我那脸 我像那么傻的狗吗 你赶紧给我拿出来啊 你关什么呢 说好的今天加入的 为什么只有狗粮 扔呢 我要的扔呢 老二你注意你说好的态度 我就这态度咋了 别啪啪了 再啪啪狗粮都没了 快闭嘴吧你 如果的大三人们呢 醒醒好吧 给点吃的 我已经 不好意思啊 笑场了 重来重来 我天 经济都这么发达了吗 连岳父都能批发了 那个我替光棍们问一下 有没有媳妇批发 我们自己加工 你别碰我 你再碰我 我找你了 我给你剃眼了 给我吃的 我刚才鲁莽了 不好意思啊 你不在非洲老老实实 待着发育 你跑我们这边来 你这叫切力 送人头 我辅助状了单杀你 我问一下他 我在操作你扶不扶 二十几年的好兄弟 今天终于结婚了 我们这些做哥们的都很激动 但是最激动的 还要数这位大爷 这个大爷 半娘好看吗 其实作为一只走 参加这种时装走秀 是很有压力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走好了晚上有肉汤 如果没走好 晚上就成肉汤了 老婆哥膊上学的山羊都是炒糖 今天买来的材料 说要跟我露一手 然后 然后你们自己看吧 说好听的像个马蜂窝 让我说 像个驴粪蛋 哎呀 这孩子笑起来真帅啊 骗你了 你也当真了 好了好了 不逗你了 确实很帅 很帅 爸爸你看到我的天残脚没有 你看 你看这威力 厉不厉害 外面人多 我给你留点面子 咱们回家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麒麟臂 这手上粘的什么东西 黏糊糊的 我也没摸什么东西 真是倒霉 文心该不会是屎吧 真是 慢点 慢点来 稳当点 确定这个里面 放的都是我的狗粮吗 够了够了 够吃一冬天了 大伙赶紧帮我看一下 这种情况我这走还是挺啊 如果我超车 算不上炒虎灯啊 我这心里 慌着一匹啊 小孩子要讲你们方式方法 我儿子以前分不听攻击母鸡 我就把这母鸡这么一打扮 嘿嘿 现在分成老清楚了 我这是搞不懂了 这墙头夹这么高了 你还是想办法出去 真不怕摔死你 那外面有什么值得你这么舍舍忘我 我这是纳了闷了啊 你又不上网 什么叫不务正业 满朝的文武大臣在这等着上早朝 而皇上迟到了 搞到最后原来他去 没早饭了 扶不起的阿斗 一个人都会死啊 这一刻我承认我羡慕了 甚至有点嫉妒 我竟然活得不如一只猫 有老婆就算了 还两个 终于开门了 我七点钟就来了 让我等到现在 来吧 服务员给我穿十坤草 啥 这里不让我进 那门口的欢迎光的给鬼看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进就不进 谁稀罕 我去 我第一次这么近纪律观察乡图啊 这吃东西东一推的西医郎逗的 那太奇葩了 怎么的 我吃个东西还爱到你了 我就说吃相 哎看看 不看鬼蛋 饭也不吃 水也不喝 养一次死一次 什么东西 以后再不想了 你个小浪蹄子 又给我正统 你快下来 快下来 不知道你自己什么存分啊 搞东西 这个辈子永远是属于我的 答应我 做过你朋友好不好 牵你个备胎 还想转正啊 来来来 请老板了 给我抢回来 好 行 反正我告诉你 备胎跑不快啊 要不要给我转正 你看着办啊 我去炖的肉啊 老二 快去拿换 你别抢 我先吃 我先来一碗 好多时间没吃肉了 记得上次吃肉还是在昨天 那个主人 装满 压实 怂什么 上去干他 我都说我打不过他了 费了老大的鸡 我终于捉住他了 这什么时候 后面长出个尾巴了 看着真是别扭 我今天非得把他拧下来不讲 狗哥 我这个猫呢 不太会说话 如果一会儿我说说话 你别不高兴啊 没事 狗哥 你脖子怎么这么粗啊 是不是得假抗啊